AMD是有一個很好的解釋 它有高速記憶體 大家正在追求 我們認為會發生的是 這些人像Mini NVIDIA 在9個月的廣告 很多網路企業 都會買到這年來的 分析師直言 許多科技大廠都在等AMD超微的AI晶片MI300X 已經決定的包含Facebook母公司Meta 還有投資OpenAI的微軟 當你問ChatchGPT的問題 可能會有一點時間 來回答答案 有些穩定性 有些穩定性 我們找到一個很好的技術的解釋 MI300X可能可以降低AI模型的開發成本 預料將會會揮戴AI晶片的銷售 帶來不小壓力 不過揮戴市場熱度依然不斷 8號會達股價一度來到974美元 不過隨後遇到高點了結賣壓 跟著其他半導體一起疊 終止了連六紅 不過傳出有分析師將會達目標價 調高到1000美元 舒達招鋒 會達日前被三位美國作家指控 使用他們的作品訓練正在開發中的 自然語言處理工具NEMO 是侵權行為 面對版權問題如何處理 也是未來AI發展的關鍵 近新聞 曾經為王俊瑩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